小女孩上一秒还和家人 在花园里开心地种花 下一秒就被嚣张人贩子当街拐走 整个过程都没有超过三分钟 他们所处的位置还是安保顶级的富人区 随后警方展开了全市的搜索 可依旧一无所获 甚至附近的监控 也没有发现一丝痕迹 时隔12年后警方查到女孩的下落 当这一消息被女孩家人知道后 瞬间引起了骚乱 女孩母亲差点激动地昏过去 而父亲也顾不上工作 匆匆赶回了家 据警方所说最近执法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拐卖团伙 当他们前往抓捕时 竟意外在地板下 发现了一间密室 警方打开地下密室的门后 成群的苍蝇喷涌而出 在地下密室里发现了一名少女 经过调查比对 这名少女正是 原家12年前丢失的小女儿袁宁英 当年原妇在国外开设了一家分公司 所以全家人就跟着搬了过去 小女儿袁宁英丢失 是在搬过去四个月后发生的 当时小女儿只有八岁 如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了 女儿怎么可能还活着 如果真的活着又为什么不跟他们联系呢 见原家人不幸 警方拿出了地内的检测结果 经证实确定是袁宁英无疑 确定身份后 原家决定将她接回 而此时的袁宁英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密室待久了 感官能力下降 面对绿豆大的苍蝇 她竟无动于衷 不久后邓警官就带着袁宁英回到了家 看到母亲想要上前 袁宁英下意识地退后了一步 见此姐姐宁静慢慢靠近 轻声向袁宁英介绍自己和父母 袁宁英的回归让全家人都很开心 但是也让所有人变得小心翼翼 生怕不小心让她想起黑暗的过去 晚上袁宁英怎么也睡不着 定定地看着天花板出神 苍蝇再次飞在她身上 她也不舍得拍死 此时袁宁英陷入了回忆中 当年妈妈带着他们姐妹在花园种花 管家叫妈妈接电话 而姐姐本就极度家人宠爱妹妹 就将袁宁英一个人留在了花园 等妈妈出门查看时 袁宁英早就没了踪影 所有人将附近找了个遍 可依旧一无所获 妈妈也因此对姐姐更加厌烦 而此时熟睡的宁静 隐约听到了妈妈喊妹妹的声音 她瞬间被惊醒起身查看 在妹妹房间门口她看到了焦急的父母 他们发现袁宁英再次不见了 袁妇见此就打算再次报警 却被袁母一把拦住 你又报警 报警就是因为你报警才撕票的 你又想害死自己女儿 眼看父母又要吵起来 宁静赶紧安抚父母 自己寻找起来 不料竟在楼下的花园里找到了袁宁英 可令宁静恐惧的是 妹妹再次露出了和十二年前一样的笑容 第二天一早 宁静再次看到袁妈对袁宁英满是宠溺 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私心 宁静再次提醒袁妈 这样做对袁宁英的康复没有好处 自从妹妹回来 母亲对她的态度肉眼可见的变差 让宁静无法适应 可她也不得不尽心地帮妹妹康复 以此来弥补心中的亏欠 当看到之前的照片 袁宁英指着照片一一叫出了名字 不久后邓警官再次找到宁静 想了解当年的情况 宁静表示当年除了他们母女三人 还有跟了袁家多年的佣人老蔡 当邓警官询问宁静 那天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宁静慌张了一瞬后 表示没有什么异常 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 发现袁宁英不见后 他们四处寻找都没找到 第二天家里的信箱里就出现了 一封电脑打的英文信 说他们绑架了袁宁英 原爸得知这一消息 就赶忙报了警 警方当时布下了天罗地网 可最终却没等到绑匪 后来绑匪再次来信说撕票了 这是之后两年警方都没有新的发现 为了避免触景伤情 一家人就再次搬回了国内 另一边家里的保姆方嫂外出买菜 却鬼鬼祟祟地来到了老蔡家 看来这个保姆跟老蔡关系匪浅 为了更好的帮助宁英忘记过去 宁静带她来到了工作的地方 不料邓警官也在现场 看到这一幕宁英吓得色索了一下 被宁静安慰后才好转起来 当邓警官将绑匪的照片 摆在宁英的面前 询问当时绑架她的是否只有这三人时 宁英瞬间情绪失控 跑在原妈及时赶到 将宁静大骂一通后 带着宁英离开了现场 临走时本还慌张的宁英 却在原母的怀里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等宁静再次给宁英做心理辅导时 宁英拿起果汁递给姐姐 原来妹妹一直什么都记得 这让宁静十分恐惧 就在这时原妈带着新的心理医生回来 原来此时原妈已经不再相信宁静 宁静还想再争辩什么 却被母亲制止让她做好一个姐姐 不要再嫉妒妹妹 母亲的话让宁静委屈不已 不久后宁英换了发型 和妈妈一起来到爸爸公司 正好碰到大伯 她一脸阴郁地看着宁英 完事后就给老蔡打过去了一个电话 等老蔡刚回到家 就被人打倒在地 等她拼命抬头 看到的就是宁英 当年联络绑匪是你 通风报信是你 主谋 谁 就在这时保姆芳嫂也来到这里 不料被宁英一棍干倒 看到宁英现在如此狠辣 老蔡惊恐地说出了一切 原来背后的主谋竟是她的大伯 情绪失控的宁英 最终没忍住解决了老蔡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大伯那里 此时的她坐立南安慌张极了 原来当年大伯一聪有个私生子 被原爸毫不留情地送到了国外 并且原爸始终看不上 这个烂泥服不上墙的大哥 只是在公司里养着 从没给过什么实权 心生不满的大伯一聪 联合私生子制造了这起绑架案 这天原妈带着宁英去商场逛街 在厕所里一个神秘人突然出现 将一个手机扔在宁英脚边 看来宁英一定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与此同时警方通过老蔡的死 查到她名下的账户 在12年前有过大笔的进账 这让警方意识到 老蔡就是当年宁英被绑案的内鬼 如今老蔡已经死了 那么说明主谋很有可能对宁英下手 于是警方赶忙前往商场寻找宁英 可此时凶手已经盯上她了 而宁英也接到神秘人电话 等警方的人赶到现场 就听到一声尖叫 上前一看正是原母 杀手本来的意图其实是宁英 但是她提前跟原母互换了衣服 这才让杀手认错了人 邓警官一路追踪凶手来到停车场 不料凶手竟家族马力撞向邓警官 好在她反应及时 堪堪在车下躲过了一劫 完事后赶忙拿枪射击 好在枪法比较好 将凶手击毙在车内 就当她打算查看时 刚好接到同事的电话 证实这名杀手确实是大伯雇佣的 他急忙带着同事前去抓捕大伯 不料刚到公司楼下 大伯就从天而降 砸在了邓警官的面前 警方赶忙封锁所有出入口前去调查 经过警方调查 大伯一聪12年前收买老蔡作为帮凶 设计了绑架案 这次宁英的回归 让两人惊慌不已 因此起了内讧 大伯一聪为了保守秘密 雇佣外籍杀手来灭口 先是杀了老蔡然后刺杀宁英 只是杀手误认了目标 得知失败后畏罪自杀了 经此一事袁妈在医院昏迷不醒 宁英适时向袁爸提出 让他卖掉公司陪袁妈敬养 得知这一切的宁静 十分不解宁英的做法 于是找到他询问 哪知宁英一改之前的胆小 面色不善地表示 这么多年自己一直不在 宁静拼命地想解释 可宁英丝毫不信 伤痛是永久的 宁静根本不懂自己当年都经历了什么 袁爸再次找到宁英道歉 可宁英却告诉他 其实被绑后的两年后 他回过家 但是看到的却是陌生人 最终他们还是抛弃了自己 如今的这些道歉还有什么意义呢 直到这时帽子难得出现 让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好了好了好了 没怕 我会照顾你 照顾你一辈子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父亲得知宁英的遭遇后 出于愧疚最终还是选择卖了公司 而这个帽子难正是大伯的私生子 当年大伯谎称是被原妇威胁 才不得已将他们母子送出国外呢 让帽子难对原妇充满了恨意 可自从卖完公司 原妇就消失不见了 谁也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对原妇动手了 将原妇撞晕后把他和秘书 放在车内活活烧死了 事后警方调查发现 原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很高 但真正的死因是来自高跟鞋的伤口和车祸导致的 宁静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宁英回来后发生的 她甚至怀疑这些事情都和宁英有关 可是任凭宁静怎么说 她都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所有的事情都结束后 宁英常常发呆 思考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 就在这时 帽子难再次找到了宁英 可帽子难似乎连她姐姐都不愿放过 可此时宁英的心已经不再坚定 帽子难见此 直接威胁起宁英 说她手上也沾了血 她始终都不愿意放过宁英 是因为她要宁英帮自己复仇 而宁英也完全被她控制 就在宁静下班回家时 灯光突然熄灭 阴影处隐约站着个人影 就在她准备逃跑时 狠狠地将她砸倒 等她再次醒来就看到了 宁英和帽子难在不远处 帽子难将刀递给宁英 让她动手杀了姐姐 宁英目光呆滞地一步步向前 此时姐姐耐心地劝着宁英 帽子难也在身后蛊惑着她 宁英拿起刀向后刺去 不料被帽子难挡住 帽子难毫不留情地搁上宁英 到处来 你还是他们原家的人 永远 永远永远 都是我的 乖宝贝 说完就一口血喷了出来 见帽子难没有抵挡力 宁静及时捡起刀刺了上去 为了救宁英宁静被追得摔下了楼 可帽子难依旧不肯罢休 千军一发之际 邓警官及时赶到 撞飞帽子难就下了宁静 看着妹妹的尸体 宁静懊悔不已 当初如果不是自己嫉妒妹妹 将妹妹的花弄坏 并将她一个人丢在花园 妹妹就不会被绑架 也不会被折磨那么些年 更不会有后面的悲剧 可如今后悔也晚了 一切再也没了回转的余地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